止痛将只是小事一桩 酵母是一种在烘焙、炙酒以及酿造等方面不可或缺的有机物 然而我们可能不知道这种单细胞维生物的酵母 在真菌界中是和默菌和蘑菇归为同一类的 它们的细胞组织与人类非常的相似 且其基因码是包含在细胞核内和那些被归为原核生物的无核单细胞细菌不一样的事 酵母是分在真核生物类 最近美国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小组在处理面包酵母的过程中 制造出强力的麻醉止痛药 这项新技术很可能是在不借用最普通的止痛药来源、因素 而以更快且更便宜的方法制造出许多种以植物性的药品 这里所指包含有鸦片的止痛药 是如马菲、奥西康钉和维克丁在内等的药品 目前生产这些药物从在认证的农场中栽培及采收 到运送至工厂后予以加工 得要花上一年多的时间 该科学小组以重新编排千百年来用于面包发酵的一般烘培酵母基因的方式 让快速增长的有机细胞在短短的三到五天中 就将糖转化成一种在维克丁内也有的止痛成分 轻可同 生物工程副教授克里斯蒂娜·斯莫基说 当我们在十年前开始这项研究工作时 许多专家都认为将酵母取代整个农场到工厂的过程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斯莫基博士解释说 现在仅仅才是个开始而已 因为得从17万公升的生物工程酵母中 才能提炼出单剂量的止痛药 然而 这项新的研究则可以证明 这类型的酵母是可以用来做成复杂的植物性药物的这个原则 此外 该技术也显示出 麻醉止痛药是可以被用在许多对抗癌症 感染性疾病 以及像高血压和关节炎等慢性疾病的植物延伸化合物的制成 如果当这种技术真的变得很容易被复制 又能小批量的在家就能自行酿制麻醉剂的话 这个发现的确是潜力无穷 但是为了要防范罪犯们也利用酵母来生产鸦片 所有的保障措施得在未来此技术变得更成熟之前 就必须定定完成 在保障措施的准则中一定要规划到一些关键的事项 例如制作出不会被罪犯图利的酵母菌株 和像目前对处方止痛药管制使用一般 加强对生产麻醉剂酵母菌株的保安措施 还有就是要求从事DNA合成的公司 确实筛选购买DNA产品的订单 并监控那些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来生产鸦片的酵母菌 以及将生产鸦片的酵母菌株 加入到现行法律所管制的毒品项目中等 所有必须被强化的行动 斯莫基博士说 我们要确保是用最负责任的方式来研发 以要用化合物生产出的生机产品